今天討論繼續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樣是本人從別人不要的車子裡面救回來的車款 這個是編號41號的JR84 然後跟這個是編號70號的小松推土機 小松推土機比較稀有 而且它做的狀況其實蠻好的 這一款比較難找 那反正就被本人遇到了 那就分享給大家看 車款側面這樣子上面這樣子 它後來也有推出一個好像類似款56號 但那一款就是上面這邊有遮雨棚 側面這樣子正面這樣子 它的這個前面的那個纏斗的部分 應該這叫纏斗是什麼 就是這個這一個鐵片部分 這個抑壓部分可以從這邊看 它那邊抑壓的那個管子 是有做出來的 所以做的蠻好的 這是可以有伸縮的 這樣子 這個我覺得做得非常棒 後面這樣 然後底部有它商品的編號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還有那個早期 更早之期的那種東美汽車 的那個logo的那個兩個小人 然後左右兩側那個輪胎的這個履帶 注意看它輪胎的履帶是可以旋轉的 這個超級 做的真的 非常的好 這裡 履帶是可以旋轉的 而且它履帶旋轉是 注意看它履帶旋轉是 兩邊是可以連動的 我本來以為它是單邊連動 它是 裡面 注意看這個裡面 它裡面那兩個 車軸的部分 輪胎軸的部分 是有連在一起的 所以它的輪胎是可以一起連動 這點真的做得很好 側面這樣 上面 後面 上面 然後這一款唯一有刮傷的地方 就是前面這邊車斗的 那個鐵片這個斗 鐵鏟 車斗的這個 這要叫鐵 車斗還是什麼 這應該比較車斗吧 反正叫前面這個殘土這個鐵片 這邊有刮傷以外 這台車等於沒有刮傷 這台車竟然當時要被丟掉 真的 有點可惜 然後上面這邊 這邊有點小小 這邊有點小小的刮傷以外 這台車真的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側面 正面 轉圈 然後再來這一台 JR84 這個是2010年的車子 側面 然後特色就是這個 這是印製的 然後JR的那個 PUX 然後後面 這是50英的車款 底部 正面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裡面那個方向盤 是有做出來的 然後上駕駛座的地方是在這裡 這邊是 這裡 這裡才對 不好意思 這裡 這裡是車 這邊是駕駛上去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一般人 因為他們 日本駕駛是 他們是靠左 所以這邊 車門這邊進去 我還記得我之前有去日本 我不曉得在車上睡著 然後我朋友下車 然後他後來去拍車門 叫車子停下來 又把我叫起來 那時候真的很搞笑 不然我不知道那時候被送去哪裡 我們那時候要去哪裡 我都有點忘記了 但我只記得我在車上睡著 然後我朋友也忘記叫我 然後我就睡著了 反正 一個很搞笑的行程 然後這是一隻鴿子的標子 還蠻有趣的 正面 轉圈 上面就沒有任何LOGO 底部這樣子 2010年的JR84 50英的車款 這是兩款本人 算是拿到的 TOMICA汽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尋找 我個人是非常推薦這個 小松推土機 這一款真的非常的 精緻 而且做工也很好 鋁帶可以動 然後上面前面這個 鏟片的這個部分 他也可以動 真的做得很好 那下面介紹這個